好 其实这器官捐赠于之前 都需要经过血型 还有这个肝炎病毒 还有相关的检验把关 而太大医院为什么会发生 这样要命的疏失呢 而这其实专家表示 其实过程当中 因为是应该是检验师 还有检验 这个协调师之间 传达讯息有错误 这检验师已经检查出来 应该有问题 但是协调师并没有讲 看清楚 加上现在呢 各医院的检验水准非常的好 所以才会造成如此的不幸